韭菜炒猪肝是一个非常应迹的菜式 用韭菜和猪肝的这样一个搭配 特别适合于需要养肝的季节 我们先把韭菜给它改一下刀 我们先把这个前边的端点给它切一刀 这一刀呢我们是去掉不要的 然后呢我们大约给它切成三厘米左右长的段 前三刀呢我们分成一组 然后后边的三刀呢我们再分成一组 为什么我们要分两组来放这个韭菜呢 这是因为韭菜呢在炒制的时候 它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 像这种韭菜叶呢如果你炒的时间长了 它就捏了然后它就会粘就会软烂 像我们这个韭菜头的部位呢 它就会比较的硬挺比较耐火一些 所以说这个韭菜头和韭菜尾的吃火的能力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来下锅 那么我们韭菜切好了呢我们就要准备猪肝了 那如何来选择一个好的猪肝 如何来选择它的新鲜程度呢 一个要看颜色 它的颜色呢比较的均匀 而且呢表面没有那么多的水分 那你用手指按压它一下呢 它马上就会回弹起来 也就是说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把猪肝呢取下来一段 这一段猪肝呢大约400克左右 然后呢我们给它切成片 从猪肝的这个中间呢给它切一刀 大家看我们这个猪肝的切片漂亮啊 非常的新鲜 我们给猪肝切片的时候呢 不是要这样顺长切太大片了啊 我们呢也不是这样顶刀切 我们要稍微的斜一点切啊 这样切出来这个猪肝片呢 就不会特别的小也不会特别的大啊 那我们猪肝的厚度呢掌握在三毫米左右 不要太薄啊 切猪肝的时候呢 不要猛劲的往下压 我们要怎么样呢 慢慢的往前推 利用刀的重量呢 自己把这个猪肝压断 是这样子 基本上呢 这个手啊 没有向下压的这个力量 一刀把它切下来 为什么要一刀切呢 我们这个切面呢 它是一个没有折痕的 是一个比较光滑的一个切面 最后我们做出来的猪肝呢 也会比较的滑口一些 如果你这个猪肝上有很多的刀纹 那么你入口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滑溜了 也没有感觉那么嫩了啊 我们切好的猪肝呢 把它放到冷水当中 给它浸泡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冷水呢 把猪肝当中的血水 给它溶解出来一些啊 猪肝泡冷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往这个水当中呢 加点料酒啊 加点米醋啊 可以帮助我们的猪肝呢 去去它的腥气味啊 料酒呢 大约10毫升 米醋呢 我们也来个10毫升 就可以了 酒和醋的添加呢 把我们的猪肝当中的 一些腥气味可以给它带走啊 我们可以抓一抓 洗一洗它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这个猪肝可以提前浸泡啊 让这个血水呢 充分地溶解出来 猪肝的血水呢 我们都已经给它泡出来了啊 那我们呢 要给它调一下味道 给它入一个胃 上一个浆 给它穿一层衣服 我们呢 给这个猪肝呢 放点盐 这个盐的量呢 大约在两克左右 然后呢 来点胡椒粉 也是两克左右 然后呢 我们给它来点料酒 五毫升 再给它来10克左右的干淀粉 记得啊 这一定是干淀粉 而且呢 干淀粉的量呢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啊 为什么呢 因为猪肝当中的含水量比较的大 那如果你的粉量比较少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那种脱浆 或者说 粉糊层不够厚的这样一个状况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蛋清 大约10克左右的蛋清呢 给它打散 然后呢 也加到我们的猪肝当中来 这个呢 就相当于给猪肝呢 加一层蛋白质的衣服啊 总之呢 增加了我们淀粉 给猪肝的一个附着力 把这个猪肝呢 轻轻地拌匀 上好姜的猪肝呢 我们要给它焯一下水 那焯水的时候 如何让我们挂上的姜层 不脱落呢 这个时候呢 老刀交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 那水呢 首先要是滚开的 然后呢 这个猪肝呢 要一股脑地放下去 贴着水面 一下子放下去 好 猪肝下锅以后呢 不要动它 等着它再次的沸腾 沸腾了以后呢 我们轻轻地推脚它 不要搅啊 就是推一下它 让它粘在一块的 这些猪肝呢 散开 让它均匀地受热 也就是说 我们猪肝下锅以后呢 要尽量少地去翻弄它 一直到它成熟 猪肝捞起来以后呢 这些圆汤不要扔掉啊 我们要用圆汤 把猪肝浸泡起来 这是因为 我们的猪肝呢 它有一个特性啊 它有一个反生的一个特性 这个猪肝 你看起来 它好像是熟了 但是你把它捞出来以后 慢慢等到它冷却的时候 它又会有血水出来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用圆汤浸泡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让这个猪肝能够充分地成熟 还不会过度地粗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猪肝呢 不会出现那种 老得咬不动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一个炒制的一个工作了 好了 我们先往锅里呢 稍微的放点油 这个油的量呢 大约在30毫升左右 把锅底润一下 我们把葱姜蒜和干辣椒放下来 炒香 然后呢 我们先把韭菜头的部分放下来炒 这个葱姜蒜和干辣椒的香味呢 马上就拼搏而出 我们韭菜一下锅呢 韭菜的清香味也很赞 好了 看看韭菜呢 刚刚有点变色的时候 我们把韭菜尾也放下来 给它炒匀 放一点料酒 大约呢 10毫升 然后呢 把猪肝放下来 翻炒一下 给它放入两克左右的盐 这个盐呢 是给韭菜的啊 猪肝呢 已经有盐了 两克左右的糖 提提鲜 来 给它翻炒一下 关火 给一点香油 5毫升的香油 一包尾油 哇 马上我们的猪肝呢 就亮起来了 好嘞 出锅咯 看 我们的猪肝呢 特别特别的滑嫩 韭菜呢 特别特别的清脆 里边呢 点缀了几个红红的小辣椒 哇 太到位了 那我们吃的时候呢 韭菜和猪肝呢 同时的入口是最合适的啊 因为韭菜的香气呢 它可以有效地 盖住猪肝的这种腥气味 而且我们韭菜的柔软 还有它的纤维感啊 都可以和猪肝的软嫩 搭配的起来 美食一看就会 生活有最有味 我是您的味道大厨老刀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不见不散哟 拜拜